一项是各国作战第一批派出去的精英部队 海军陆战队现在惊传要整并到陆军里 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两栖征搜部队的队员 上午到了国防部抗议 国家他不能够没有陆战队 因为邻近的国家都在壮大在破边 唯独台湾在裁病 所以我们觉得很不合道理 因为没有了陆战队 台湾等于是没有了右手 唱着军歌从二二霸公园一路走到了国防部门口 递出了夙愿书 他们担心陆战队这个最顶尖的作战单位 一旦被裁病了 国家将失去国防能力 万一有战事发生 台湾的国家跟人民安全令人担忧 国防部接过了夙愿书 只强调会有妥善的安排